大家好 我是宏准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 受到結算的影響 所以大幅的波動 目前的盤中還是下跌57點 那我昨天在風情操盤日誌 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盤呢 它會回測季線 那季線在哪裡 就在10600點 所以今天大盤非常剛好 就來到10600點的季線位置 時候就開始出現了反彈 所以現在的行情 其實你不用太過於悲觀 為什麼呢 因為指數它就是維持在一個 區間整理的格局 上面是均線的反壓 不好意思 上面會有均線的反壓 下面又有季線的支撐 它就是走一個橫盤整理 然後等待什麼 等待我們的KD指標啊 等待我們的KD指標 開始翻證上揚的時候啊 所以呢 中長期的趨勢來講呢 它還是走一個橫盤整理 但是呢 短線上的買點呢 它會在KD指標 轉揚的時候 開始出現比較大的買盤進場 在這段時間呢 你一定要找到好的標的來做布局喔 如果你錯過了這一次的機會 你下一次要再買到好的股票 你又要等很久了喔 孫子兵法有云啊 勝負三理論啊 第一個你要有不敗給敵人的條件 第二個你要有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嘛 第三個你要預測敵人的戰績不滿感 所以呢我們現在看到啦 你要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抓準啊 為什麼要抓到這個機會呢 我常跟大家講說 只有在黑暗中 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嘛 只有在行情大跌的時候啊 你才能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啊 那行情在震盪洗盤的時候 未來的明日之星在哪邊 那就要看哪一些股票是相對抗跌了 比如像說在9月6號的時候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說 半導體設備嘛 半導體設備裡面的3D感測元件 3D感測元件裡面的需求大爆發 所以設備股會先行反應 跟現在設備股族群的本益比相比 非常的便宜 你就是要找到這樣子的標的 然後勇敢的做佈局 因為資金它會做移轉移動 有一些漲多的股票它會拉回 但是新的 具備未來強勢的族群啊 它也會跟著資金的流動往上去走高嘛 所以呢那時候我們在買自貿的時候 漲了沒 2360的自貿101塊錢買進啊 9月6號的時候101塊錢 你可以成交嘛 那你成交了之後 我告訴大家說 這是一個量大高點 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所以整理拉回整理的過程中 愛靠啊 而且人家基本面未來的產業 未來整個趨勢 都是向上的啊 重點是KD指標有沒有黃金交叉 所以我告訴你說短線的買點就是看KD指標嘛 中長線你就是看什麼 量價關係嘛 所以呢兩箱配合之下 就漲上去了啊 這樣就掉了嘛 然後你看到這又是什麼 又是一個量大高點嘛 量大高點是不是不會是最高點 再繼續漲嘛 所以我們從那時候開始整個波段漲幅 來到23個percent 來到30個percent 甚至說來到40個percent 我也告訴大家說 每一檔股票都有它的慣性喔 你要了解它 你要愛護它 你要擁抱它 你不能隨隨便便都把它拋棄掉嘛 咬到大的你要勇敢抱啊 拿到好牌你愛擁抱啊 所以呢 它在整理的過程之中 我沒有放棄過它耶 波段漲幅來到45% 獲利已經45個percent了 波段獲利來到50個percent 波段獲利來到52個percent 是不是每一天都跟你講說它有多好 但是你的買點重不重要 我們的買點在哪邊 我們買點在這裡嘛 但是這時候的大盤是怎樣 它是大盤是跌的喔 大盤那時候是在做修正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9月6號的時候 大盤是在哪邊 9月6號的時候大盤是在這裡嘛 這裡之後往下跌了300多點耶 但是呢 我們那時候買件自貿的時候 它的股價走勢是怎樣 整理吧 是不是只有橫盤整理 甚至還突破創高 所以這樣子的標的就代表說 現在市場的資金已經在做佈局了 他們已經看到了某些未來 只是你還不知道而已嘛 但是大盤在漲的時候 每一檔股票都在漲 你找不到可以佈局的標的耶 因為好的公司 壞的公司全部都一樣 每一個人都是 每一個都是明星啊 但是現在不一樣囉 當然大盤跌下來的時候 有兩種股票會跌嘛 第一個是受到大盤影響的會跌 第二個是什麼 本身公司有問題的會跌 第三個是什麼 兩個都有的會跌嘛 所以呢你要如果說 現在大盤在跌 但是它不漲 沒有跌 反而是走平盤 甚至走小漲 這個都已經是逆勢強了啦 因為光一點就好了 第一個就代表說 它沒有受到大盤的影響嘛 第二個 表示它公司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狀態啊 那你有沒有看到說 唉唷 當大盤在跌的時候 跌了三百多點 我還是橫盤整理嘛 那這種股票當然就是強啊 那你這時候不買 你後面怎麼會有60%給賺 操作是不是要有公司 要有方法 但是不是買了就不賣耶 因為我們必須要去換股操作 創造最大的績效嘛 60%嘛 160塊錢市價出清 你可以成交在162塊錢 在11月9號的時候 拉回來 賣完之後拉回來 我們不是秀 我們不是要秀我們有多厲害 而是我們要告訴你說 市場上面每一個 每一個操作都有它的原因跟公司 因為BIOS的關係 它已經來到一個歷史新高的時候 該出還是要出 重點是我們又看到了下一個機會 你現在沒有去佈局 未來就沒有機會可以上車了啦 成功就是不斷的複製勝利的模式嘛 當初你怎麼贏的 那你就要繼續做啊 所以你有時候操作股票 到後面是很無聊的 因為你就是同樣的模式 一直不斷的做嘛 一檔股票可以賺60% 那你下一檔股票再賺60% 那你下一檔股票再賺60% 那你很快就成為巴菲特了不是嗎 昨天跟大家講過這一檔股票嘛 因為我們賣了自貿 複製自貿的模式之後 再轉進這一檔股票裡面啊 一買突破二買拉回嘛 未來的扣底值 扣底區間在這裡這麼低耶 我的月均線還是上揚 是不是強過於大盤 當我的價在跌的時候 我的量是縮的嘛 那我量縮的情況下 就代表說我未來還有高點啊 只要我的價漲上去 機會就來了嘛 所以呢你看到他是誰 5289的儀頂啊 是不是一模模一樣樣 是不是有沒有 有沒有跟昨天的圖一模一樣 那居然要複製他 125塊錢市價買進 124.5元成交 11月14號的時候 昨天買的嘛 今天再創一個波段新高 大盤在跌耶 為什麼人家可以創高 因為他要複製自貿的模式啊 而且還留下一個量大的高點耶 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是不是跟自貿一模一樣 而且他量占比現在 已經拉升到前五了喔 所以每一個股票的操作啊 當你了解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他的產業的趨勢 他未來成長性有多高 而不是只有買那種 每天的漲停板而已耶 那你要找到的就是起漲的股票 而不是去追那種已經漲到高點的股票 尤其是現在大盤已經在萬點之上 你的風險更要考量啊 當你可以考慮到這些風險的時候呢 你再來追尋你的獲利 這樣60%的獲利不差耶 不差耶 但是很多人就會想要更好 更好的時候就會承擔更大的風險 但是當你在承擔風險的時候啊 一方面就是把你自己推進一個危險的當中啊 所以你一定要讓自己啊 有那種貪婪與恐懼戒勝之心 你只要找到好的標的 勇敢的報老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步一步的來創造獲利 你若盛開蝴蝶自然 趕快種下於你對於股市成功的信念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想討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洪洋注定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們都不應該進行